有没有其他议员要发言 何销蘭议员 多谢主席 这个法律适应化事务 其实我是一直没有跟开的 因为我相信里面 是有牵涉到很多宪法制度的问题 应该留给更加熟悉宪法体制的同事去跟进 但很不幸参加草案审议的同事是很少 而我加入草案审议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我跟开军事用地 而今次这个适应化里面也有提及 但我加入了之后就发觉 原来这个适应化的过程 牵涉到军事提出的适应化 涵盖面是非常之阔 正如大家刚才提到 是有85条那么多 里面有些是很基本的 譬如这个刑事罪行条例 也有一些是很细碎的 去到这个跑马地坟场条例 都是加在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是体会得到原来适应化 这个这么机械化的过程 是有很多先天的缺陷 确实因为主权移交之后 我们体制上当然有很多名词 是应该要改的 第一当然宗主国是不同了 而我们现在也没有英军 是应该将它考虑 是变成是驻军 但是这些这么广泛的85条条例里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在97年的时候是存在 但是97之后 有很多情况已经是改了 甚或已经是没有了这一类人在香港 所以无论你是把权给他 或者是拿走这一类人的权 其实都是不切实际 所以我们在那个审议的过程里面 就是不断去重申一点 我们与其用一个这么机械化 搬治过止的方法 去适应现在已经改变了的体制 我们其实是应该在驻军法的基础之上 去在整套香港法例里面 是进行一个检讨和修订 我举一个例子主席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跑马地坟墙条例 里面就是说任何的乐队 都不可以在坟墙里面奏乐 就是除了英军的乐队 就例外得到豁免 我们要问 就是跑马地坟墙里面 为什么会有英军乐队呢 其实就是因为里面 有很多殖民地早期的官员 是葬在那里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仪式 这些很早期的殖民地官员 包括鸦片战争之前的律奴碑 就未开成章 已经在香港病死了 他的坟墓就在跑马地坟墙里面 以前殖民地 军乐队要在里面 进行什么悼念仪式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到 为什么香港驻军 会有队乐队 进去跑马地坟墙 这个只有早期殖民地 或者香港普通居民的坟墙里面 会进行任何的仪式 所以其实审议期间 我们就说你删除了这条 因为这些情况都已经不存在 确实这条是删除的 但是我说的 这是其中一个很荒谬的情况 去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去用这个 这么机械化的过程去做 是不行的 而另外有一些情况 就是因为体制不同 以前英军在整个结构里面 他在英国国家体制和殖民地体制里面 他要向问责的对象不同 或者是出任这个职级的人 也是有个分别 所以你就这样 不断搬过去 逢是英军就变成驻军 是有问题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 以前殖民地的香港三军总司令 就是礼儀上 就是当时的殖民地港督 现在不是的 现在香港驻军的最高指挥官 是另有其人 而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法律只是说 当时的最高指挥官 这个可以是胡锦涛总理 以军委会主席来到香港阅兵的时候 那个人又不同了 所以如果我们全部都是就这样照搬 即逢是夾就改做月的时候 我们是忽略了很多现在实际情况里面 那个真正的需要 如果我们就这样说 不断搬了翻译过去 其实也都可能是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主席这个就令我想起 就是沙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里面这个 这个犹太商人 他借了钱给人 然后那个人没有钱还 他就说 如果你没有钱还 就要切一磅肉给他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帮这个债仔辩护的人呢 就说 你切一磅肉都可以 不过呢 一点都不能够多 一点都不能够少 否则呢 就是违反了那个协议了 但是呢 主席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呢 就算你一点都不少 一点都不少 照搬回去呢 都死得的 因为基本上呢 你这样一刀切下去呢 就是很大的杀伤力了 事故呢 我是很同意 刚才吴可儿议员说呢 实在我们是应该 是以这个驻军法 为一个基础 然后呢 就去为整个 香港的法律 是有关到 军事提述那里呢 是去作一个检讨 那而看回驻军法呢 里面有几条条文呢 都是讲到驻军 和香港法律 它怎样守法 或者得到些什么 豁免的关系 也都有讲到 它那个司法管轄的问题的 那譬如在第八条那里呢 它就说 香港驻军人员 对妨碍其执行职务的行为 可以依照在香港 特別行政区 实施的法律规定 采取措施 予以制止 那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 香港的法律 和驻军的那个关系 它们是可以按照 我们现在这里的法律 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但是前一条呢 也都讲了 当我们是进入这个 战争状态 或者是 发生一些 不能控制的安全的 紧急状态的时候呢 驻军也可以根据 中央人民政府 在特区实施全国性的法律 里行职责的 这些全国法律 特区的法律 和驻军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需要理讯 需要去釐清的 但是 我们除了驻军法 有这个原则性 摆了出来之外 反而是我们自己本土的法律里面 有没有真是落实到这些关系呢 什么时候是哪一个组织 是制行哪一个组织 这些我们是未看到的 另外呢 第十九条呢 就说 香港驻军人员 违反全国性的法律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呢 就是要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香港驻军人员 违反军队纪律的时候呢 就给予纪律处分 好了 你看这条呢 就是 给大家理解 他们都是要守香港的法律的 如果犯法是有法律责任的 但是我们这里呢 又不问情犹地 在所有这些法律适应化的程序里面 就因为以前只是写了英军 现在就给了一个豁免 或者给了一个权利给他 我们是不是真的落实到 这里驻军法的第六条 第八条 以及第十九条呢 还有如果犯了法之后呢 看回驻军法呢 那个司法管轄呢 是不同的 如果是涉及驻军犯法呢 原来根据第二十条呢 就可以 如果认为由对方 即是军方和特区政府 如果认为由对方管轄 更为适宜 经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移交对方管轄 其实在这些位置 我们就应该很细致去讨论 看下怎样是可以透过本土法例 去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安排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适应化的程序呢 就真是写本续末 对这些那么重要的议程呢 其实没有处理到 反而呢 就在这些军营里面的医院啊 流产所啊 以至这个按摩院条例啊 这些呢 我们都是去做了一些功夫 但是这些功夫呢 可能那个结果 拿出来呢 其实是很荒谬的 另一样我们是需要特别关注呢 当然就是 就是驻军它有没有涉及到商业行为 也都正如刚才同事所说 一个华天龙号的那个案例呢 就是令到大家 就是看得到 究竟中央政府 和一些国企 和某些单位 甚至是驻军的单位 它的一些商业营运 究竟在香港是怎样处理的呢 那这个我们都是要很细致去跟进 而同时 我真的不觉得 我们这个法律适应化 这个过程里面呢 是能够好好地这样去处理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关心的议题呢 就是这个军事用地 那主席一会儿呢 我就会去到适当的时候 就会再讲这个军事用地 就是那个荒谬之处 因为呢 我们也是看回驻军法 本来呢 军事用地呢 就应该用于防务用途的 但是呢 我们过去都提出了 这个 在红磡京士柏那里的三军会呢 其实 和防务用途 是已经没有了关系 已经是由军方呢 是 维持回以前英军的做法 但是它招收的会员呢 已经是普通市民 是几万元的连入会呢 就可以在那里做游乐的目标 而里面呢 那个会员呢 也都有很大部分 很大部分呢 就不是和军方有关的 里面还有一些前英军的卷属 在那里做会员 但是我们做草案审议的时候 问过了 香港驻军有没有人是那里的会员呢 答案是没有的 不过就交给中资机构 去做一个管理 在这些情况之下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检讨 正正式式 去跟回驻军法的第十三条 去落实回 如果已经不再用于防务用途的土地 就应该无常交给香港特区政府去处理 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军会那里 就应该撥给理工大学那里做 理工大学就逼得叫救命 另外就是 在九龙塘联福道那一刻 以前有英军军卷住的军营宿舍 就应该交给城大和浸大 去做大学宿舍 而不是将他们那些学生宿舍 搬到去将军澳那么远 就是这些是为公众利益 是应该做的检讨 我们不去做 反而就是用一个这么机械化的过程 去处理一些实在可能已经 已经是不存在的情况 那主席我对这种适应化的过程 我觉得是非常之遗憾 我也是在这里表明 我是会反对这个条例的